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特地要 打裝聲 其實今天我特地進入了正總 聽到兩位專家孔凡毅和許樹昌 很少見到他們同場出席 但今天有他們拍照 吃了東西 還沒吃晚餐 最主要是看他們說口服藥的事情 讓他們說一說口服藥已經到了 兩樣都到了 我想看看他們說口服藥 怎樣用 哪些人適合 哪些人不適合 其實跟外國的數據差不多 但是 我再去看口服藥 看得再仔細一點 藥廠、FDA 那些 paper 已經看完了 之前都看過了 之前看過我對這兩種藥是沒有興趣的 如果讓我選擇 我寧願打針也不會吃那兩種藥 當然是自己選擇 我個人選擇 我不是叫你們不打針 我不是叫你們不吃藥 要不就犯國安法 但如果讓我選擇 我寧願打針也不會吃藥 就算我今天再看完最新update的數據也好 我也是不會吃的 當然有很多人 我都不喜歡打疫苗 先離身 但我又未至於反制到 為了不去打疫苗 而很想去吃這個藥 大家明白這件事嗎 有些人經常在問 吃了藥是不是不需要打疫苗 如果是就吃 其實 有些人是很反疫苗 我明白 我自己也明白 但是 大家要明白 一塊沒有那麼臭的糞 不代表它不是糞 你不可能為了不想吃那麼臭的糞 而去吃 你不可能不想吃一塊臭的糞 你就選擇去吃一塊沒有那麼臭的糞 OK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當然 我說這件事 就會有很多極度反疫苗的人 就會攻擊我 但是我還是說一句 為什麼你們這麼反疫苗呢 或者為什麼我都不打疫苗呢 因為 很多未知數 很多疫苗的未知數 會不會影響到DNA 會不會影響到長遠的副作用 我還未知 大家都未知 但是口服藥都說明了 口服藥都說明了 是會改變 是有機會 有機會改變你自己的DNA 有機會會改變你的腎功能 和肝功能 或者是改變你 令到你大吐婆不能吃 18歲以下不能吃 你覺得 會影響你的骨落生長 影響你的軟骨生長 已經確認了 確認了 已經確認了 差在大一點 18歲以上 可以了 你如果是70歲以上 高危人士 那你還說什麼生長 高危人士 當然要吃 但是如果讓我選擇 我是不會吃的 疫苗 你也說 不知道會不會有長遠的影響 不知道會不會改變DNA 不知道有沒有石馬希 不知道有沒有晶片在裏面 監控你 不知道有沒有雜種的DNA 把你們全都變成雜種 但是口服藥都說明了是有這個風險 一樣不知道有沒有風險的東西 但是有些人很堅持不打針 不打針是因為 你不知道有沒有風險 有很多未知數 但是藥都說明了是 有這些未知數這些風險的 但是有些人很反疫苗 我為了反疫苗 我就是要吃那隻藥 如果給我 我就不會這樣做 當然 當然 可能有些人 就真的純粹反疫苗 就去吃那隻藥 個人選擇 我不反對 留給大家選擇 個人選擇 我自己就 誰都不會的 當然 我又不會叫大家不要吃或者吃 我又不會叫大家打針或者不打針 可能過了一個月 我自己偷偷地打針 然後我又叫大家打針 逼大家打針 你們不打針你們就糟糕 我又不會這樣 我不會這樣 我不會消散這樣 你們全部打針 你們要打針 入餐廳吃東西 去茶餐廳吃東西 去幫助我 這樣才行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舉報你 要補給你的頻道 要和YouTube投訴 我又不會的 純粹自己選擇 但是 很多人今天看完直播之後 記者會問我 吃不吃好 你會不會吃 我一定跟你說不吃 打針和移民之間 都還有選擇 都還有猶豫 但如果打針和食藥之間 一定選擇移民 不需要去想 哈哈哈 如果呢 因為FDA那邊都說明了 其實呢 他不是大比數通過那些口服藥 他純粹好像蜜沙東 他真的不是大比數通過 13比10 而且他都說明了 是因為暫時沒有 這個世界是沒有 沒有藥物可以醫治得到 肺炎 純粹 疫苗是不是醫治肺炎 疫苗是預防肺炎 純粹這個世界上沒有 藥物去醫治肺炎 所以才給你緊急使用 但如果將來是有藥物去醫治肺炎 他未必有得 他未必有得玩的 因為美肢素實太多了 副作用有得太多了 你想一下 你大肚子不能吃 餵奶的不能吃 那其實是在改變什麼呢 其實這個藥物有多少副作用呢 你不可以說是 成年人一定是沒有副作用 純粹是影響得較小的 但是呢 有得選底下 我何必要 沒有這個風險呢 這個先說明 都是那一句 我自己選擇的 都是那一句 有些堅持反疫苗的人 可能反對我所說的 不要緊 自己選擇的 我沒有逼大家不吃 我也沒有逼大家打針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打針 我自己也不打針的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不可以說因為我反脊藥 我就等於撐疫苗 有些人呢 在網上討論 很極端的 很不理性的 OK 我是不會吃 我是不會吃藥 如果可以選底下 還有我自己也不是高危群組 所以我想吃都沒得吃 老老實實 外面轉東西 混蛋了 老老實實 如果是 我進了院 其實醫生也不會開給我的 因為首先 我不是70歲以上 第二 我不是長期病患 不是高危群組 所以我無論如何都吃不到 但如果真的 我這麼不好出 爆炸頭是攻危群組 那怎麼辦 死都不吃 當然了 先理身 個人選擇 這件事沒得說 而且我其實在弄一個懶人包 關於那兩隻口服藥的懶人包 在弄一幅圖 但太多資訊 我都不知道怎樣放那些位置 慢慢整一下 我想應該六點多鐘 完結了直播 我就會出到 哈哈 不是那麼容易的 葉師傅 弄一個懶人包 還有很多人都撈亂了那兩隻 用那個年齡 其實一隻是12歲以上 而一隻是18歲以上 是啊 打不打都是個人的事 我覺得 有些人 哇 70歲 高危群組 好 又有長期病患 那你沒理由 就是沒理由要逼他不吃的 對不對 那要是死 要是死的 對不對 那這些事沒得說 個人選擇 但是 有些人聽到我自己不吃藥 就等同 當中我是撐疫苗的 這條疫苗 一定是支持別人打疫苗 所以才反對吃藥 那不是的 大家要理性些 理性些 兩隻口服藥 這麼多 沒錯 一隻就已經倒齊了 另一隻就倒了大一派 但是林鄭都說 出片 直接剪回頭這段出來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直接剪回頭這段就可以了 林鄭都說 那幾隻藥 用了多少錢去買 還有買了多少劑量 他是不可以公佈的 因為保密協議 簡單來說 用了多少錢 還有有多少劑量來香港 是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有記者信問 究竟相當足夠的份量 即是有多少 夠不夠七百萬人用 又夠不夠七百萬人中兩次招 他也是沒有說的 究竟你有多少劑藥 沒有人知道 用了多少錢買 沒有人知道 所以大家自行衡量風險 口服藥代替打針 又是一個問題 不是的 口服藥是醫肺炎 打針是防止重症 或者有少量機會防止患上肺炎 所以兩種不同 不要再以為可以吃藥 就等於不用打針 所以你就去吃藥 兩種不關事 那種藥你是拿不到的 你是不可以買得到的 你想說我去藥房買那種藥 買不到的 不好意思你進了院 或者進了指定診所 或者未來有機會 在門診或者是私家醫院 才有得用 而且是按醫生給你 視乎你的個人需要 視乎你的年齡 以及你的個人體質 病患 病歷 才可以給你 所以就完全是兩回事 不用再問 吃藥 是不是可以 不帶打針 沒這回事 也不用再說 你這個爆炸頭 你自己不懂藥 那你只是撐疫苗 沒有啦 那不可以反過來的 即是中招吃口服藥 沒錯 中招五天之內 吃口服藥 或者是 血氧量94以上 都可以吃 所以呢 如果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說 我身體健壯 我去吃得不行了 不好意思 醫生應該不會給你的 因為要是 多補充幾個條件才可以的 譬如說 70歲以上 他就當你高危 或者你70歲以下 你有長期病患 或者其他其他東西 才是當你高危 那所以呢 啊 不是每個人都能吃到的 也不要想著 我不想打針 想我去吃藥 吃了等於不用打針 我見連登那些 都有人這樣說 其實是 完全是 完全是 錯誤 沒得給你買的 沒得給你試 沒得給你選擇 你現在吃藥就不用打針 是沒有的 大家不用想這件事 哈哈哈哈 不是每個人都吃得好像 突敏覆那樣 沒錯 還有呢 就是當年沙士 你吃特效藥 誰知道很多副作用出來了 現在這就是特效藥 大家要衡量風險 如果你是因為疫苗 不知道有沒有石墨 不知道有沒有集中的DNA 不知道有沒有晶片 微型晶片 藍味晶片 不知道有沒有那些外星成份 不要緊 你是因為不知道而不吃 不是 你是因為不知道而不打針 那如果 那種藥 現在都說明是有風險的 有這些風險 有改變DNA的風險 改變你胎的風險 改變你骨落生長的風險 那你們就知道了 自己衡量了 哈囉哈囉哈囉 還有呢 剛剛也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香港法律下 就不可以規管到 未來內地醫護 或者醫療人員來香港的 即是呢 他是豁免了的 即是不可以用香港的法例來規管 那些醫護 內地的醫護的 即是暗示了 即是大家很想知道的問題 如果內地醫護做錯事 弄死了人 或者是弄到有些什麼醫療事件 那他們需不需要負責 就照計就不需要的 林鄭都說了 因為呢 放了一條新的標上去 新的條例上去 就是豁免了他們的法律責任 即是呢 醫生也好 護士也好 他們都完全不需要去香港註冊 也都不受香港的規管 那當然啦 到最後他們犯了錯 搞到人命傷亡 那怎麼辦呢 即是到時 到時才算 但是呢 照計呢 應該是不受香港規管的 你想和別人打針 吃了會骨敷 當年好像是沙士一樣的 好 出來了 那麼呢 開頭這一部分 我待會再剪出來 好 大家慢慢聽吧 好 移到位置 移位 移移 好 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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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有肝功能、肾功能、肝衰竭、肝硬化那些就不能 碰都不要碰,即死 如果你说不是,我用心脏药、抗生素、薄血药、胆固醇药 这类心血管药 其实都可以吃的,但是要小心一点 你首先要停止你的心脏药、抗生素、薄血药、胆固醇药 然后再吃辉水 其实很简单,因为吃药只是头五天可以吃的 即是吃头伏药,头五天吃的 停止五天其他药应该影响不大 如果不行,要日吃,那么严重 不好意思,你是不能吃的 不能吃辉水 吃不吃蜜沙冬呢? 就要再看情况 辉塞的副作用很简单 肚痾、血压高、肌肉痛 忘了够把格子够好 先够把格子够好 这样会好些 简单来说,有点像 有点像你中了肺炎 都是这几种副作用 兩隻都是大陸做 兩隻應該不是的 兩隻是運來香港 不是的 兩隻是歐美藥來的 跟大陸沒有什麼關係 它不是代理的 蜜沙東是什麼呢 蜜沙東呢 蜜沙東可以去插衛喉用 即是老人家咬不到東西 咬不到東西 吞不到東西都好 蜜沙東應該會好一點 因為它可以插衛喉 撕開膠落 倒在喉上 直接下胃 這樣就會好很多 但是它的副作用可能比較大一點 所以十八歲以上才能吃 你underage 就有機會會影響到你的成長 但是你說 肝功能有事 你吃不吃得了 今次就吃得了 肝功能有事 肝功能不能吃 肝功能不能吃 但是蜜沙東你吃得了 但是蜜沙東就不可以懷孕或者是餵人奶吃的 因為會影響到肚胎 很明顯 這一隻對於你成長的 可不可以share的幅圖 我稍後會出Pose 即是你不用這麼心急 不用這麼心急 稍後會出Pose 不用這麼心急 最重要呢 你share幅圖的時候 你按share的按鈕 你不要只copy幅圖 我又會有share數了 笑死 肝有問題 你可以吃蜜沙東 但是腎功能有問題就不可以了 你小心點 如果腎衰竭太嚴重就不可以 但是有機會可以 但有機會不可以 你看醫生 醫生說哪一件事 醫生說給你聽 行不行就行不行 因為每個人的腎衰竭都不一樣 少少輕微腎衰竭和嚴重腎衰竭 哇 腎沒有功能那樣 當然兩回事 他副作用就比較厲害 長期 不是短期的副作用 長期是影響到你的骨和軟骨成長 小蚊子是不能吃的 小蚊子吃呢 有機會 外國人這麼說 有機會有畸形或者生長不良 但是因為脊弱是沒有太多人 因為肺炎而吃的 資料太少 自行判斷 自行判斷 可能有些小蚊子 有長期病患 有些先天病患的 高危人士來的 所以你要吃 但是你自己想吧 自己想 副作用呢 短期的副作用就是肚痾 皮膚生疹 生好粒粒出來 爛了 生疹 作呕作悶頭痛 很簡單 那哪些是高危人士呢 首先70歲以上一定是高危人士 他當了你高危 已經自動進入高危 還未打針那些 他都會當你高危 即未完成兩支的復必泰 和三支的科興 他都會當你是未完成接種 你說打了一支都當不當 不好意思 打了一支是不當的 那如果70歲以下 我就不算高危 不好意思 70歲以下 如果你未接種疫苗 而且有其他病患 那他都會當你高危 我30歲 我未接種疫苗 但我有長期病患 那我算不算高危 你也算高危 使用時機只有5天 確診後的5天 如果太久沒什麼用 因為他純粹阻止你的病毒去自我複製 即是他干擾你的RNA 令到你的病毒RNA出錯 那copy你的病毒 即是自己複製自己的時候 複製到一些有遺傳缺陷的病毒出來 令到他不可以繁殖得太厲害 但是有機會 真是 這個外國Paper說 FDA自己都說的 有機會 會令到你自己本身的DNA也有問題 即是會生癌症 但是都是那句 數據太少 跟疫苗一樣 數據太少 他的數據比疫苗更加少 這個藥本身都是去年年尾 美國才是緊急使用的 即是說11月和12月之間 所以就自陳理定 最重要是沒有呼吸衰竭 如果我的肺炎中了很久 再下肺 嘩 呼吸衰竭就行了 你就高危了 不好意思 太遲了 因為是早期階段才能吃的 無論是復必泰也好 科學兄也好 而且血氧要搞死如想才能吃 那廚房你去哪裏吃啊 去哪裏有得吃啊 尤其是高危我不怕了 我90歲了 打針又怕死 吃藥可能是一個好一點的選擇 我又不會生孩子 我又不會有生長骨頭問題 我又不會餵人奶90多歲 80多歲 可能是一個出路來的 吃口服藥 某些人來說會有好處的吃口服藥 對的 如果我想吃 我真的不行 那哪裏有啊 很簡單 醫院 老人院 院舍外展隊 指定診所 未來有機會是私家診所和私家醫院都有的 就是這樣了 可不可以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公危人士那裏我再改一改 因為好像寫得不太清楚 會不會疑辯 啊 有機會 外國報道 甚至乎 那些醫療報告都說 有機會令到那隻病毒 因為改變了它的RNA 之後呢 有機會令到那隻病毒 有新的變種 有新的變種 有機會而已 但還是那句 Data太少 大家都不知道 純粹是有機會 科學上 理論上是有機會 就是 計算出來 理論上是有機會的 但實質有沒有機會呢 沒人知道 你可以改變它的RNA 再改變它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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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機會改變它的RNA 令到你體內的病毒 可能更強了也不頂 純粹它不會自我複製 或者自我複製有困難 但是可能會 現存的病毒會更加強也不頂 OK 倒的而已 製包複製變異 即癌製包 沒錯 國大傳媒幾個月之前都說了 這兩種藥是有機會的 特別是密砂凍 是有機會令到DNA變異 變生癌症的 講這些話不會犯國安法 因為全世界Paper都出來了 全世界所有 很多的醫療報告 或者他們自己的藥廠說的 甚至乎你打開一些 東方啊 零一啊 那些侵建制媒體 都有講這些副作用 或者是 未知有機會的副作用 就是這樣 所以 置人理定你們自己的風險 如果我未來想生小孩 那怎麼辦呢 可能我計劃一年內生小孩 我吃不可以吃了 那就是 你想來 U嵘嵘嵘了 U嵘嵘嵘 馬上拍 有2月10多打到1針 之後幾天的反應和這幾天 中了病徵是類似的 那就是 應該是中了 當然這幾天病徵是嚴重很多的 那病毒一定是強過之針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他今天也有說的 他就說 種完病毒之後的抗體 可以殘留6至9個月 但是他也建議你 打完之後幾個月 兩三個月就打第二針 那如果種完之後的抗體數量多少呢 就是有人去測試 這些一定有人測試 這些外國醫院做過測試 如果你種完之後 即是種Omicron 種完之後 你可以防到Omicron和Delta 但是如果你種完Delta 你是防不到Omicron 簡單來說 如果你種的 那種Omicron 就比較適合 還有 種完Omicron 你的GMT 就是那個 抗體數量 300多 390多 你不要理他單位 總之是多些 種完Omicron 你的抗體數量是390多 但是你打一支針 就只有100多 接近200 只有100 即是160多 170多 這個位置很大 每個人的反應不同 因為打針不是種Omicron 所以其實 種Omicron 一次 其實等同打了一支針有凸 甚至乎是接近兩支針 應該不算是兩支針 應該是一支針多些 一支針 1.75至1.9支針 如果好 心算計的話 應該差不多 抗體數量 你的維他命C 是沒有學維他命C 生女 是不是吃不好 生女也有用 吃完再調理你身子 行不行 應該不行 中藥應該改變不回你的 它是改變你的DNA 有機會 有機會 只可以有機會 所以 吃中藥是改變不了的 吃中藥是調理身體 還有 它有沒有改變你的DNA 是兩回事 就是你某些細胞的DNA 但有沒有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是 摸不著頭腦 不知道有沒有 只是機制上 理論上有可能 傷害是否永久成 人奶 懷孕 餵人奶 軟骨和骨落生長 就是永久的 有肚子那些 就不是永久的 肚子餓 作噁作悶 頭痛 就不是永久的 不用擔心 中原好 T細胞會強了 沒錯 然後 今天的記者會 一個重點 大家都想知道 內地醫護 因為今天林鄭月娥說好了 豁免了 豁免了 就是豁免了法律責任 內地醫護來香港 但是 今天剛剛那個記者會 就是430記者會 那些記者問了很多次 究竟呢 唉 如果真是這麼不幸 有什麼醫療事故發生 責任誰足呢 責任何從追究呢 保險問題呢 譬如說 他醫療失誤 醫療失誤 醫療失誤 我這樣 那我有沒有保險保 因為他不是存在在香港的法例以下 那保險是不是 沒得保 如果照樣的話 保險應該沒得保 因為你給了一個不知道什麼人來醫療 那香港的保險只是保護香港醫療 那就是 喂 那就是大嬸王 但是呢 今日的官員是永遠都答不到這個問題 因為剛剛有幾個記者都是問這方面的問題 內地醫護的法律問題 法律責任問題 但是呢 都是沒有回答過 就是呢 這個肺炎事件有幾樣是危險的 第一個肺炎當然是危險 第二 疫苗不知道副作用 即是長遠的 或者什麼 血栓啊 中風那些 可能有機會 第三 就是人為 就是內地醫護 那希望他們沒事 希望他們專業 我也希望他們好的 我也希望你們不會有事 問極都不答 中了第一代是不是 嚴血就會知道 沒錯 對的 你說得對的 你覺得非常之沒錯 就是 譬如說 這陣子很多人移民 可能你買的那份保險 其實只是包你去香港出事 如果你在外國出事 你如果問外國出事 那份保險有機會不包 所以呢 有些人會檢查清楚一點 你移民之前 究竟保險包不包你去外國 有些全球保的 我去了英國也好 我拿著BNO進了英國籍也好 他都保的 這樣就出來不將 但是現在是類似 如果那份保險 只是保香港 保香港的醫療 保香港的事情發生 那如果內地醫護來到 令到你出事 也許會不保 那份保險保不保呢 很大機會不保 暫時以現在的狀況來看 厭血有抗體 還未免針 未必 因為呢 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中過的 如果你可能 喂 我都測試過你真的中過的 因為呢 打針的抗體和病毒的抗體是不同的 就好像上次 有個記者的老公做醫生 誰知道那個化驗樣本撈亂了 原來他沒有中過的 他那些陽性是因為 他有打針 科興那些針劑 污染了那個TESTER 以為他是中了 但是再化驗 原來他的抗體不是病毒自然產生的抗體 而是 支針的抗體 其實是有分的 但是他不會知道你什麼時候中的 一個月之前 半年之前中過 不知道的 他會不會知道 未必知道 他不會和你檢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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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他什麼 你不知道他搞哪科 你不知道他學哪一路的人馬 你問一問他 他醫治你那時候 或者他處理你那時候 問一問 英雄好漢 請問你是來自江湖那方的呢 然後他跟我們說 OK 人兄 兄台 這位兄台 這位病人的兄台 英雄默問出處 那你混蛋了 他說他都會說廣東話 當然內地人說廣東話 和香港人說廣東話 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只差你隔著口罩 認名得出 香港也有些人說話 不奇怪的 但是內地人 譬如深圳人 都很喜歡看香港劇集 和聽香港的廣東話歌 他們有時候說廣東話 是真的 很難分你是否大陸人 所以 你們自己想自己 我覺得你去看醫生之前 或者是醫護照護你之前 你有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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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是想想要 香港醫護還是內地醫護 應該是不能這樣選擇的 他來到就是 來到點就點了 問他十五月一號什麼日子 親 你問他有沒有微博帳 香港人都不能申請 很難申請 內地人一定有微博帳 問他有沒有微博帳 他又是那個答案 英雄默問出處 你是想蠻像 你吹他不申請 除非講得好像探仔仔 如果不然是分不了 對 分不到的 好像玩魷魚遊戲 不可以出聲 這樣就poled 那我可以無法提議 你這個 抽籤 跟他講英文 對 對呀!OK呀! 但他的聘請要求是懂得說廣東話 他沒有說懂得說英文 可能是不懂得說的 不懂得說是否代表他還是內地人呢? 可能是香港人也不認識 香港人不懂英文也OK的 或者是 怎樣知道呢? 你是不是海底撈啊? 前大媽啊? 會不會好一點呢? 因為內地有嘛 香港沒有嘛 現在好像全部撈掉 這件事應該是可以問得到的 當然沒得讓你選擇了 不得想 為什麼中了不可以即時打針 不良反應? 嘩! 真是會出事的 剛剛中完你的抵抗力都還沒回來 你裡面的病毒還沒清掉 也好 你這麼多抗體打進身體裡 你本身打針本身已經有副作用了 再加上病毒的抗體 嘩! 你這麼勇猛的 引他講粗口 啊!對呀!講粗口對呀! 內地人廣東話的粗口跟香港人講廣東話的粗口有些不同 講廣東話分得出? 不是呀!有些真的分不出呀! 有些真的分不出呀! 有些真的分不出呀! 我知道你說的哪種 廣東話他有些是 譬如說香港人 大家香港人 他們有時不是香港人的 那些亦人顿彩 有些不同的 看開香港電視劇 或者聽開廣東話粵語歌那些 真是很香港的 你分不清楚的 就像張敬軒一樣的 中英軒也是大陸來的 你分不分到他的大陸來的? 是不是呀? 梁天琦都是新移民來的 你分不分到他講廣東話是有問題的? 你分不出的? 護士有名牌 看看他的名字 穿著PPE有沒有? 不知道呀! 如果進到醫院的話應該有得看的 但是如果你穿著PPE的話 人仔醫院是有淡淡醫生的 以前我也去過 這個我知道 有些 政府醫院有些醫生是真的 有口音的 很重的口音的 有的有的有的 跟他說MIRROR Color MIRROR你不用想 內地是有MIRROR廣告的 所以他們一定是認識的 內地有很多的商場 你不要想著MIRROR是不會去內地買廣告的 不用想的 內地是有MIRROR廣告的 人是不會上去的 但是呢 他的產品和歌曲 是會在內地商場播放的 有廣告之類的 大家不用想的 一定知道 Color 我不知道 但MIRROR應該是他們會知道的 對呀 沒錯 軒仔都是廣州人來的 你分不到的 你是 有些是分不到的 有些是分到的 我知道你說哪種是分到的 你分到就分到的 但有些是真的分不到的 內地有5億人會 講廣東話 其實內地人很多人都會聽廣東話的 講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就算你去到北京上海呀 四川那些 其實很多人都會聽的 他說不懂聽 只是假裝不懂聽的 你看他們的上網呀 看他們的視頻呀 那些 很多Background Music 都是廣東歌來的 特別是Beyond那些 他怎會不會不懂聽呀 就像現在那些廣東歌呀 李克勤呀 容祖兒呀 Twinz 那些 現在他們都會喜歡聽這些歌的 那怎會不會不懂聽呢 當然會聽 但會不懂說就不知道了 那個人不同 但很多人都會聽的 對呀 你的本質上你分不分到是不是那麼緊要的 就算你分到也沒有用 因為你不能選擇 拜託 我不想要這位內地醫護行不行 是不行的 不好意思 你不能選擇 跟他說談台灣話 哈哈 這個OK 這個他應該立刻不敢跟你說話 馬上離開了 很嚴重的 或者說一下法輪功 可不可以 法輪功 可不可以 或者說一下6月3號第2日是什麼 你知道6月3號第2日是什麼 問一下他 這樣有機會的 有機會 有機會分得到的 廣州人全部說廣東話 其實不是啦 近這10年已經洗得很緊要了 很多學校都逼你說普通話 洗走廣東話 特地逼你說廣東話 已經洗走了很多了 找人翻譯 他不出聲 你也說你不出聲 我啞的 問他懂不懂半毛語錄 不會懂的 他們不會知道有這件事 甚至乎你叫他們唱國歌 很多人都唱不出口 反而香港 台灣 香港 澳門 很多人都唱到國歌 或者知道國歌的歌詞 但是你問他們唱國歌 他們 音樂就會懂 但是真正怎樣唱 他是唱不出的 年輕的廣東人已經說了普通話 已經說了普通話了 你們不用想 親六四有沒有空 如果他舉報你的話 你立即跟他說 不是我講一六六四 一六六四要不要 親六六四要不要 會不會好一點 6月3日第2日有空嗎 廣州本身都在吵 推普滅 是呀 正確 這件事 如果在上海 上海就不同了 譬如說 如果你在廣州 就 說 如果你在廣州就在說我要保留廣東話 我要 復古廣東話 我們要保留廣東話 你立即會被人說 分裂國家 搞事呀 一些政治的東西 扣掉你的帽子 但如果上海有四川那些 其實年年 經常 都會有人去示威 或者在網上 發起輿論 說要保留上海話 上海話維權 這樣的 但他們是沒事的 他們是爭取 因為同樣的事都在上海發生 上海是一個很特別的事 上海是一個很特別 很 政治上以前的租界地方 所以 有些人很有身分認同 有些上海人很有身分認同 是不想說普通話 只是想說上海話 如果你保育上海話 你又不會被人扣帽子 你又不會被人說分裂國家 你不是中國人 不會有事 但如果你說保育廣東話 立即被人扣帽子 四川那些都是一樣的 你看 明確看限行令 這個有機會就行 這個有機會就行 對呀是上海Bull Blood來的 上海人是很自豪自己是上海人 他們因為 真的受過發租界 那些什麼租界的年代 他們覺得自己 是真的 優勝一點 但他們又不會被人 好像香港那樣 你是不是中國人 他媽的 他媽的香港人 你怎麼是狗 他們是不會的 但他們經常都會 保育 維權 上海話 我們上海種族 他們沒事的 同樣東西 發生在廣東 或者在香港 今天出事 就是反了國安法 好 差不多了 讓我先把頭和尾都切出來 先把頭和尾都切出來 不要拉 就剪出來 說口服役 口服役說兩句 哈哈哈 歷史 很難搞到上海 對呀 上海人都是財帝氣粗那些 有些 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喜歡上海人 但是上海人 你只是搞到他們來不了 因為 他們上海 你不可能 殺死他們 這件事 但你不跟廣東 廣東省 深圳有很多 外省人來找食 你可以溝探到他們的人口 但是上海 你不可以 用戶籍的問題 溝探他 溝探不到 因為 內地遷戶籍 是極之困難 上海也是 所以 上海人永遠都是上海人 其他人可不可以入上海 不是這樣 所以 你要 搞定廣東 容易 你搞定 深圳容易 你搞定 上海 是很困難的 一個地方 嗯 鵝烏戰爭 香港有些暗狗撐鵝 不單止 不單止藍絲 黃絲也撐俄羅斯 有些 好 差不多6點 今天到此為止 明天應該 明天是不是沒有林鄭呢 明天我可以提提大家 有些法庭 當然啦 火佬有機會上到 明天 有機會啦 然後 廚房佬的菲利案 明天都好像有 不肯定 不肯定他上不上 選擇 磊個人的太古暴動 明天都有 然後 721 白衣人 明天都有 更重要 明天是 15號 太古 廣場 悟念梁義士 希望軍火佬在獄中悼念梁義士 多謝大家收看,差不多了 6點鐘,女兒已經煮完飯,要吃飯了 記得大家訂閱這個Youtube,多謝卡王 多謝卡王 是Number One,這個公仔還不錯 為什麼沒有七七,因為明天是行會,有機會沒有 行會前見記者就未必有11點的記者會 還有他在開會,11點應該開不及會 多謝大家支持,記得訂閱Youtube 留言,讚好,還有分享 最重要的是上Patreon 多謝大家支持,拜拜 幫忙謝謝 感谢观看